Hello 我是Bonnie 羅美儀 那在這個叢林開始裡面 飾演一位網紅 名字叫Baby Ann 你看我這一頭 紅色的頭髮就知道 非常特別這個造型 我覺得這角色還蠻好玩的 因為我雖然在戲裡面 參與的那個部分沒有到很多 但是呢他是一個非常 有挑戰性的角色 那戲裡面戲份比較多就是跟James James就是我的前男友 然後在戲裡面呢 也會有一個忠實粉絲 這個忠實粉絲呢 就是Desmond OK在戲裡面 他就是一個默默支持我的忠實者 然後在戲裡面呢 我的整個情緒的起承轉合 會比較豐富一些 所以就有很多哭戲啊 大鬧的戲啊 然後有很多跟前男友之間的 一些糾紛的一些戲 我開始也把它列為有點神經質 就他的情緒比較多 就是時好時壞 但是能夠激起他這個情緒呢 都是他的前男友 就是我這個角色呢 為什麼他會有這麼多起伏 那因為這整部戲的這整個 故事內容呢 是有關破產嘛 那破產就是有關錢財啊 賭博啊 那我就是其中一個case 我就是有牽扯到賭博的這個題材 因為就是欠錢嘛 然後就想說 賭一賭可能就會發財之類的 所以就是越賭越上癮呢 就越賭越多 就越輸越多 我覺得啦 我覺得怎麼說 有時候人生啊 我覺得 經歷過的東西 它每次搭到的時間 都非常吻合 我覺得剛好 接到這部戲的時候呢 我剛好是處在這樣的一個狀態 我不怕跟大家分享 就是剛好是處在類似這樣的一個情景 所以當我拿到劇本的時候 我哭得滿慘的 我覺得 我為什麼連戲裡心外 都逃不出這個這個框框 可是 人家就說 人生如是戲如人生嘛 那剛好演員的工作 就是想要把現實生活中的東西 帶入在戲裡面 可能你的戲會演得更好 我不知道啦 這要看觀眾給我的評語 那我覺得說 的確有很大的幫助 就是我的情緒會比較容易拿捏 就是當我來到這個情景的時候 回想之前我所經歷的 我會比較容易入戲啦 可是就是 有時候會很容易情緒失控 大致上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都是家庭啊 親情啊 感情啊 都很複雜 就是剛好這 全部的情緒 剛好都在這一個時間點上 都剛好碰上了 所以整個人會 滿消沉的我覺得 所以我 剛好這個角色來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 OK 我把它看成比較正面的一個 一個 一個東西就是 可能現在的我 以這樣的一個情緒 去演這個角色 或許是很好的一個出發點 的確有 我哭了很多 我第一天開拍的第一天 我從第一場到最後一場 每一場都是這樣的情緒 然後還沒有跟演員之間 培養好感情 我就已經大爆發了 不過剛好那個時候 我的確很需要哭 我本身是 我覺得哭是我唯一 最好的抒發的一個方法 但是要看怎麼哭啦 但是我覺得哭了過後 人會很容易累 很想睡覺 所以我覺得說 也不錯啦 但是就是 在學著調整自己的情緒喔 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都處在那個氛圍 所以我覺得還好 但可能私底下 自己都會被自己嚇到 失控的那個感覺 所以那個感覺其實是 還滿不錯的 放在自己裡面我覺得是 是可以用的